Hello 大家好 歡迎你又來到我的頻道 接下來我想介紹一下 我們在三鄉去了一間五棟牛肉火鍋城吃火鍋 晚餐 它的位置是在溺甘路 28號4 在市中心叫滴滴打車過去大約是13分鐘左右 就12元車錢 我們就在美團買了一個四人套餐 它是晚上可以用的 是5點到10點 四人餐很划算 三至四人餐的火鍋套餐才是119元 在美團裡買了 確認了 它就給你一個牌子 自己拿車去選擇你想要吃的食材 這樣就有限定的 那這個套餐包括了什麼呢 就包括了這個牛骨湯底 23元的肉就可以選擇兩樣 還有一個鮮牛肉丸 18元的菜 就有一份牛血 包一份餃子和一份粉麵 因為呢 份量實在太多了 我們都沒有拿到那些粉麵 他們的食材是很新鮮的 看到他們廚師在那裏現設的牛肉很新鮮 還有牆壁很大很大 但是又很乾淨的 當晚去到的時候 大約是黃昏7點鐘 都幾多人在這裡吃的 因為是平日 又未至於爆棚的 我們選擇食材都覺得很有趣 要推車來選擇 因為我們兩個人吃 四人餐 變了我們就沒有拿到煮食了 只拿了餃子 煮食那裏 粉麵我們就不要了 另外他們的菜都很特別 他們的菜 有些我們都完全未見過 也有很多菇菌類的食材 如果你們覺得不夠 自己可以再額外購買 我們都可以的 我們就 其實 份量已經是很多了 我們就拿了 肉兩碟 肉丸 牛血 後來好像淮山都沒有拿到 它的菜真的很新鮮 碟碟也很新鮮 很特別的 有田七葉 石合苗 冰菜 翡翠葉 又看到有羽衣甘藍 有梁瓜西藍花 當歸苗 雜菜等等 後來我們就拿一份 未曾試過的石合苗 那就回去 準備開餐了 他們的牆真的很大 但是服務呢 服務 好好的 態度 因為可能三鄉 他們都是三線城市 那些人的態度 那些風土民情都很樸順 很熱情 很有禮貌 亦都很肯幫人 這個是我去三鄉幾天 來得到的感受 那些中山的人 是真的比較熱情 和客氣的 亦都很肯幫人 那說回火鍋了 食材真的很新鮮 很大份 四人餐 才119元 你說這個性價比 是不是超高 那它還包了一份前菜 就是這個豉油蘿蔔 很好吃的豉油蘿蔔 很爽口 一碟我一個人吃光 真的很好吃 他們的醬油 都很多選擇給你 自己調配 食材又夠新鮮 價錢又這麼便宜 又不限時間吃 你真的可以慢慢坐在這裡吃 那他們呢 都 網上很紅 那我就是自己在大眾點評 那裏找到的 那所以呢 就覺得 這麼大規模 這麼大個火鍋的城 真的 在香港就不可能有機會見到的了 那我覺得這個火鍋城 就和我上次去廣州那個月層記 其實都有點相似的 不過月層記就另一種的經營模式 就是斷疊叫 沒有這些套餐 那我覺得這個套餐 比月層記的性價比更加高 那它還有一個很特色的東西 就是那個 咖喱包 那因為四人餐呢 我們兩個人吃 其實都已經是很大份量 那我一直打火鍋 一直都在想 唉 都是不要叫了 就怕浪費食物 但是呢 又很想試一下 因為實在太吸引 看到旁邊桌 叫了那個咖喱牛肉 菠蘿包 那我先說一下他們的肉肉 那些牛肉呢 好香牛味 而且 好新鮮 我們拿了嫩肉 和瓷柄 食材真的很新鮮 那個石合苗呢 有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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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下去也不會說很濃 都很好吃 很爽口 沒吃過真的覺得很特別 那些牛血呢 也都很鮮嫩 不會說實膚膚的 一句 119元 你4個人吃 每個人平均多少錢呢 20幾元 你去哪裏找 30元 當你 還包著醬油 包著鍋底 所以真的 很划算 很划算 這個火鍋 我 未曾吃過這麼便宜的 火鍋 套餐 所以真的覺得 很值得介紹大家 如果有機會去中山 過來三鄉的話 不妨試一下 這個火鍋成道 試一下 他們的牛肉 其實真的不錯 我未去過潮傘 我未吃過 真正潮傘人的地道火鍋 我覺得 來到中山 有機會見識一下 這麼大規模的火鍋成 真的覺得 大香眼界 跟上次去廣州的那間 月塵器 真的有得比較 而且大家的食材 都一樣好吃 那這一間 更加便宜 份量 都很多 那月塵器 就 多選擇 也都便宜 大家都各有水平 非常之 出色 最終 我忍不住 就叫了菠蘿包 那個咖喱牛肉菠蘿包 真的很值得我購買 在美團購買 只有12個多 這個菠蘿包 我們吃了一半 一半就打包回酒店 半夜 半夜的時候吃完 裡面也有很多咖喱 還有牛肉 很香 這個菠蘿包的質地 都做得相當之好 很鬆軟 這個包 那面頭那層 菠蘿皮 又很脆 用來打卡 或者真的 真的喜歡吃咖喱包的人 其實值得一試的 價錢又這麼便宜 我沒有浪費 我吃完 真的 真的好吃 那些包 那個包的質地很鬆軟 很香 又不會很甜 今次過來 見識到這個 牛肉火鍋城 令到我們覺得 很滿足 好 你看看多吸引 你們有機會 可以過來試試 在三鄉 雖然地方這麼大 但是他們打車真的很方便 還有 例如用滴滴 那些打車真的很便宜 去哪裏都方便 即使不打車的話 叫那些三腳雞 不過三腳雞就危險 我主張也是用滴滴 那些比較安全一點 我今次過來三鄉 很大得著 除了我看了三個租盤之外 我們又看車來 又吃了這麼多餐好東西 價錢又這麼便宜 又見識了這麼多 中山人的生活 日常 和他們的人情 還未這麼濃厚 那 真是中山給我一個 非常非常好的印象 我們都會 有機會再深入去認識一下 他們的文化 那今天呢 我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裏 那期待下一條片 再和大家分享 多謝大家 拜拜